憧憬這麼久都沒有遇過這樣的案件 因為一家人要一起殺一個人 要殺他這樣計畫多久 這要問我姐姐 因為是我姐姐主動找我爸媽的 結果是陪同的 麻省跟空心磚 綁在死者屍體身上 丟到溪裡面 他們一家在棄室之後 還異想天開想去買食人魚 作為蔑視的動作 他也靠誰 警察應該不至於他們會找到他 他這樣應該不會扶起人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就扶起人 那女生還有笑他就是說 那你沒有錢就算了 怎麼連身體都不行啊 他三姐跟三姐不已經知道 黃契勇已經殺了人 所以不讓他進獎了 他這個二哥 社會警職人員 他是扮演一個軍事的角色 一開始的邪念沒有給他正確的 建議跟做法 反正全家一起承認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是翁北翔 今天我們要告訴您兩個案件 都是一個人犯罪殺的人 結果全家人 通通都被拖下水變成了共犯 而這兩個兇手呢 一個是在傳播公司上班的紅牌小姐 另外這一位 他則是在台北市一家五星級飯店的主廚 他在失手殺死了一名茶室小姐之後 他打電話跟家人求救 而家人一開始也都規勸他 你趕快出面投案 但是他不想坐牢 而哥哥姐姐 因為最疼愛這個最小的弟弟 最後竟然通通淪為共犯了 而曾經當過警察的二哥 甚至還協助他租車子幫忙棄世 首先我們來看看 這是發生在2021年的10月 住在彰化的這一家人 他們為了錢 竟然設下了圈套 把女兒的男朋友 從台北騙到了彰化 然後嚇要迷昏殺人歧視 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殺人計劃 他們以為只要在這個遺體上面 綁上了重達40公斤的空心磚 還有大石頭 然後丟到了東羅西裡 就可以讓被害人 永遠地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甚至還迷信迷信的傳說 以為用黑色的塑膠袋 去蒙住了被害人的眼 用麻繩去捆住了被害人的雙手還有雙腳 就算真的有冤魂 也不能夠回來找他們報仇 而他們就可以放心地去盜領 去花用被害人的存環 就此逍遙訪問了 但是他們想不到的是 這一連串的巧合 讓被害人的遺體很快地 就浮出了水面了 他是在中雨休息的時候經過那邊 他去找朋友 回來看到 怎麼水面有一 好像是娃娃那個 仔細一看不對勁 這個人體附近 吸引了大股的雨局 有經驗的村長當下判斷 這恐怕是一具水流失 立刻報警處理 我們脫過去 看有沒有幾台 在這個打撈的過程 我們消防隊的弟兄就有提到說 好像有繩子 好像又綁磚塊 那當下我們就覺得說 那這可能就怪怪的 還有第二塊石頭 那他們弄很久弄不上 因為它其中有一顆是 卡在泥土裡面 它拉不起來 大哥要上岸了 大哥要上岸了 花了好湯的力氣 終於把人給打撈上岸了 警方從死狀悲慘判斷 這絕對不是一起單純的落水意外 那今天時間一看 他馬上就過來跟我報告說 隊長這個 可能要請劍士科來做幫忙 然後他這個屍體外觀很奇怪 有綁繩子跟有綁那個 黑色那個大垃圾袋 那有什麼紅色塑膠袋 被丟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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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氣死還是自殺的 搞不懂的這種 這個可能他殺 一般我們在外勤有碰過自殺 也是綁石塊這樣跳 那個很沉嗎 空心磚喔 可是沒有像 這個屍體的樣態這麼詭異 後來媒體有登馬 就說什麼出事 他死後被人家裝石頭 要把它縫起來 把它丟進去 我說這個想像力太豐富喔 石頭上面有沒有屬外物 他搶著繩子 綁著那個啦 方塊啦 肚子裡頭被塞滿了石頭 這個說法太驚悚了 但在死者的身上 的確被綁了 重達40公斤的石頭 和空心磚 消防分隊把屍體打到上來 就發現 手腳都會綁綁 然後頭腳都被套上 黑色大的塑膠袋 那尤其在臉部部分 還用了黑色膠袋 綁綁他的眼口 那在民間的傳說就是 把眼睛綁起來 就是為了不要讓這個冤魂 回來尋仇 手段冷血殘忍的殺人氣善 竟然發生在純樸的彰化相見 死者和當地 有任何的地緣關係嗎 我們打到上來的時候 屍體部分的皮膚 都已經呈現虧爛 尤其是臉部 都腫脹得不成人形了 所以其實很難分辨 我幾乎三天沒睡覺 直到有一天 剛好我去辦事情 我就去陸港聽到說 我就跟媽祖講說 我就跟他跪 媽祖 我是蒲苑鄉長 我們家發生一個冥犯 因為我有壓力 所以我就對一個聲明說 我希望人家快破 因為他現在水電他的指紋 都很麻煩 所以他很難比對他的身分 因為我的身分怎麼 早吃到門口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希望他活到故裡這樣 然後就都很毛 現在跟你講也很毛 真的 真的 然後就跟他拜拜 然後紮個像就出來這樣 皮膚潰爛得太嚴重了 一度無法踩到指紋 最後好不容易 從死者著手的無名指 比對出了一個身分 通知家屬來認識 證實就是失蹤 兩個星期的張姓男子 10月15號那天他就有跟兒子說 他下南部跟女朋友去遊玩個兩三天 死者都沒有聯絡兒子 兒子就覺得說 怎麼 爸爸這兩三天下去玩都沒有聯絡 轉去問他死者的女朋友說 你爸爸有沒有跟我們在一起啊 什麼 李女就說 爸爸16號那天就跟他吵架 就離開了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邊 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找他 就裝這一戶 他們也在尋找那個死者的 蹤跡的樣子 死者兒子當下覺得不太對勁 就去台中報了失蹤人口 在報案的隔天 他爸爸的車子找到了 但人卻不在車上 BMW黑色420i 雙門的轎跑車 在台中市的附近北部那邊被找到 他發現這部車的鑰匙在車裡面 而且門沒有鎖 這就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它那個是高檔的車 它是晶片的 那個鑰匙就丟在前面的那個 一定要把那邊 見識的時候也沒有在車上 找到任何明顯的急診 但是把車子騎在這邊 台中警方最後 研判可能是 兇手想故意造成失蹤的樣子 但是其實有可能是 辱人或是 殺人氣勢的這個情形 大哥走了 大哥走了 上岸了 死者究竟跟誰結怨呢 可能是因為工作性質 要來殺生之禍吧 這個張 聽他做什麼 他的兒子跟他都說 認為他在做博弈 他在聽到有人在做 就是牽那個球類 那事實上我們了解 他應該是 跟詐欺這個區塊有關的 見當警方全面的清查 死者的交往背景的同時 收到了一條 相當重要的線索 死者兒子在報案完幾天後 發現他的簡訊怎麼收到 他的銀行帳戶有提領紀錄 那這個銀行帳戶是 他提供給他爸爸 也就是死者 作為生意上往來的用途 那怎麼爸爸失蹤 但是錢還是有提領紀錄 不管是誰把錢給領走了 這肯定跟張姓男子的失蹤 脫不了關係 趕快把監視器畫面 調出來看 經過警方去調查之後發現 體力以前的根本不是死者 而是一兩個毛面 然後戴個口罩帽子這樣 這兩個女人是誰呢 他跟張姓男子又有什麼關係呢 而就在同一時間 在網路上出現了這一篇貼文 死者有人在臉書爆料 死者去年在臺北酒店認識 是從彰化斐上工作的林姓女子 以每個月十萬人包養他 兩人同居 但九月十一日突然有六名男子 聲稱是林姓女子的表哥 闖進他們的租屋處 說家族不許他們交往 把林姓女子帶走 十月八日 他們和死者到熱炒店吃飯 林姓女子卻突然出現 兩人還一起離開 十月十五日 死者說要去陸港 從此失聯 家屬報案後查到林姓女子 拿著死者的提款卡領錢 認為林姓女子設局 導人綁走死者毆打 逼問提款卡密碼 再將人殺害棄屍 其實爆料內容 我們有一個大卡的了解 就是死者已經失蹤了 那現在警方證實 已經遭殺害了 就是跟他最後一個聯絡 就是這林女 所以他就是兇手 叫他出來面對認罪之間 那他講完 我們就覺得他女朋友 就很可疑 因為他最後推遍的是他嘛 知道死者的身分 又知道死者最後接觸的人 那我們當然是從他左手 加入台灣喜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的特別戲劃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被害人的朋友 一口咬定 死者的女朋友 他就是兇手了 加上被害人的兒子也說 爸爸在失蹤前有提到 他回到彰化鹿港去找女朋友 但是卻沒有想到一去不回了 而這個女朋友 事後竟然還跟他兒子說 他爸爸跟他吵架之後 就離開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 人後來去了哪裡 警方聽了之後直覺 這個女朋友 她是很有問題的 不過在詢問她之前 警方先去做了調查 發現這名名姓女子 她在台北一家 最大規模的傳播公司上班 她的長相甜美 而且壽氣 算是紅牌小姐 她也算是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認識了死者 兩個人進一步的交往之後 同居了 據說死者每個月 花十萬塊錢包養她 在物質方面 也盡量滿足她的需求 但聽說這一對 相差二十一歲的婦女戀 女方的家裡 並不贊成的 而在南方失蹤前 兩個人也曾經 在朋友的面前大吵一架 鬧到要分手 但最後 南方為什麼 又特地地陪著女朋友 回彰化老家一趟呢 而面對警方找上門來 這位靈性女子 她也不慌張 她淡淡地說 她男朋友失蹤 跟她有什麼關係呢 事實上 她也急著在找她 其實在這個整個案件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他們都滿鎮定的 然後帶回來之後 我就問她說 你知道我來找你是為了什麼事嗎 她就就是一副 很不以為人的說 就是我男朋友失蹤的事情嗎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就是不牽底包 就不跟她講她死了 你跟她是朋友嘛 好像她兒子說 你是她女朋友 然後她好像有來找你 然後她兒子說 她16號去聯絡了 聯絡不上 那到底怎麼回事 她其實沒有找 因為當時沒有什麼其他 其實像是有涉及刑案的 所以還是 藉由我們那個死者兒子 去問她爸爸女朋友說 爸爸到底在哪邊 那你們是發生什麼事情 才會離開的 那靈女就是創作一副 很無所謂說 我不知道耶 她跟我吵架 她就離開了 你為什麼要一直問我 我也很煩 我也很著急的找她 三十歲的林姓女子 面對警方的詢問 她從容冷靜 她一口撇心的關係 而警方也不急著作作逼人 我說你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你做酒店 那你這陣子的經濟來源怎麼辦 去年的五月就很嚴重啊 有到三級 然後她有講說 我們的經濟會幫我接外面的 我們類似那種私人俱樂部 或是招待所的案子 我說那這樣還不錯啊 這個林小姐她其實以前打扮的 是蠻中性 頭髮短短的蠻中性的 但是後來因為她要上班 所以都要把頭髮留長了 基本上看起來的話 不了解認為說 她真的是很 長得蠻漂亮的一個女孩 整個台灣有 只要有案子她都會接 基本上在疫情期間 哪裡有錢算她哪裡就去 就跟她聊說 她 你跟她認識多久啊 怎麼認識啊 酒店認識啊 朋友啊 那你最近什麼時候看到她嗎 然後她說 就是15號 他們在台北一起回來 她就自己先講 她講說 那16號咧 那我們就去哪邊啊 然後去跟家人去海邊看夕陽 然後就 她就自己講一套 林姓女子三年前北上酒店工作 起初維持像這樣的中性打扮 業績並不好 在友人勸說下 戴假髮為整形 憑著高顏值纖細身材 從此以泡而紅 才因此認識了張姓男子 她這個男生51年次 她看起來是不會很老 但是 我覺得她的物質上面 有給女數以很大的方便 包括錢 包括買什麼東西買包包 因為聽她弟講說 好像她之前買什麼包包 後來都在她媽身上出現了 據說兩人在交往期間 張姓男子每個月花十萬塊錢 包養林姓女子 還買了一輛 兩百多萬元的跑車 幫忙付了頭款一百四十五萬 但後來也是為了錢 越吵越兇 吵架說 好啊 為了可能當下氣氛說 我車子要過我怎麼 我要把我車 車子買零書語的名字 貸款用零書語的名字 貸一百四十五萬 但錢是 不在乎的 不在乎 不在乎 要分手 車子也要過 也要過等 我怎麼會讓你開去 我們兩個是我們女朋友 我扮妳 台幣買妳的名字 妳要加湊 我當然要把車子 過了我家 他錢我才不會 不是都在朋友面前 鬧分手嗎 那為什麼後來 還約死者回彰化老家 和爸媽一塊吃飯呢 他們如果 有需要買什麼東西 或是鄰女需要 做什麼醫美什麼的話 都是有鄰女開口 跟死者拿的 那其實死者 對他們也蠻大方的 所以他們可能 是因為有拿到一些錢 所以才會容忍默認 死者對鄰女的一些 動觸的行為 男女之間交往 分分合合也不奇怪 但畢竟鄰序女子 是死者失蹤前 最後接觸的人 他有必要 要把最後一面的經過 交代清楚 那妳最近什麼時候 看到他嗎 然後他說 就是15號 他們在台北 一起回來嘛 他就自己先講 他就講說 那16號呢 所以我們就 去哪邊啊 然後去跟家人去 海邊看夕陽 去判保 去逢甲 然後因為有爭吵嘛 然後他們把他們 一家人趕下車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趕下車 然後你們呢 然後他們我們就去 逢甲逛街 然後又去中游 然後我們就搭車回 福星 然後他就跟他媽 坐車回桃園 他會先這樣講 OK 好 他講完了 在此之前 警方完全沒讓 林姓女子知道 張青男子的屍體 已經被發現的事實 直到這一次的問話結束 我就拿鞠票跟他講說 我現在有上鞠票 張發電源署的鞠票 然後再跟他問他的時候 我們全程再收證 又收證 就是我跟他講話 旁邊就收證 你講什麼 我就先把你收證起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是 台灣張發地方檢查署 檢查署 檢查署 有殺人 我現在這次跟你逮捕 逮捕他就上鞠票 就跟他告知全力 他完全沒有反應 他就一直看那個鞠票說殺人 他就一直覺得很懷疑 裝無辜 他就裝無辜 怎麼殺人 然後他也沒有反抗 他就讓你上鞠票 上鞠票完 就換我們開始訪問他 我就說 如果你有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很清楚 那到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坦白 要把這個過程講出來 這樣大家也比較好做事 而且對你也比較好 因為你犯過態度的問題 他當下就裝得 一副很 很柔弱的樣子 就是一個小女生的樣子 然後他很冷靜 他一點都不會慌 他就很冷靜 這名靈性女子 他冷靜地把關係 撇得一干二淨 他甚至也大方地同意 讓警方到他家裡頭去看看 他應該吃定了警方 什麼也受不到吧 因為所有的犯罪東西 都已經被丟進了 洞洛西了 而他的爸爸 當時還二度地回到了現場 他穿上了潛水衣 潛到了水裡面 去確認 屍體已經沉在水底了 甚至他們一度還異想天開的 想要去買食人魚 放到溪裡頭 徹底地毀失面積 這家人以為真相 將會永遠地埋在溪水裡 但是靈性女子 他沒有想到的是 當他和他的媽媽 去盜領被害人存款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身影 都被監視器給拍下來了 而當時 他們身上所穿的衣服 穿的褲子 穿的鞋子 現在都還靜靜地 躺在他們家的衣櫃裡 而這就是 警方上門的目的了 果然 警方找到了這些 在監視器畫面裡頭 出現過的 這一套套的服裝 這對母女 還能夠剿鞭下去嗎 但是我覺得 他們這家四口 我覺得他弟弟 他的弟弟是 比較被動的一個角色 他爸的角色 因為他爸是 以前是做優妻 他以前也沒工作 他媽嫂他一歲而已 他也沒工作 以前做直銷 林書宇在做酒店 他弟也沒工作 他家都沒有收入 只有看到女兒在酒店上班 當時 林女爸爸跟媽媽 都是處於退休狀態 那弟弟就是打零工 打加油戰功 操上臨時功的狀態 應該說他們這家 都是靠林女在酒店賺錢養家 一家人都靠林姓女子 賺錢過火 關係相當緊密 更何況死者在失蹤之前 還到過他們家吃飯 警方有這個必要上門查訪 我們今天來 是因為林女兒有個案子 我們要來家裡看一看 你如果是來問他 當然你也可以去拒絕 但是我們有經過你女兒 同意至少她的房間 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們就問他 那你是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地方嗎 為什麼會怕警察來看 如果你如果沒有 我們看一下OK 警方當然是有備而來的 過去三天已經調到了 關鍵的監視器畫面 有人在台北 在桃園 在台中等地的便利商店 提款機 盜領了死者的存款 跟那個提寧的那個影像 而且那個提寧 其中有個胖胖的 跟他媽就很像啊 那我們去的目的就是要看 他家裡面有沒有這些服裝 我們來做個連結 一去就看到地上 有一雙拖鞋 拖鞋就是跟他 17號在台北市的 全家裡的拖鞋是一樣的 警方不動聲色 如果說一模一樣的拖鞋 是巧合 那身上的衣服 褲子都完全複製 甚至連體型樣態都神死 那還能夠辯解 不是同一個人嗎 又上去二樓 林書宇的房間 又去主臥房 林書宇的房間 林書宇的房間 就是他媽媽的房間 就發現17號在桃園嶺的 那個愛迪達的一件 黑色外套 然後另外又有一件 黑色的長褲是在他的房間 那件長褲一發現 這18號在桃園的全家嶺的 穿著的長褲 但是我們在詢問說 這些衣服是誰穿的時候 他說這個衣服就是我的 又怎麼樣 這個衣服很常見 這褲子很常見 就衣服很無所謂的樣子 要不然你再問他 衣服都跟他穿一樣的 他說戴口罩 這個不是我 沒有拍到臉 我是認為說 他的媽媽的 深層的想法是比較重要 因為我覺得他媽 比較會去做偽裝 包括我在跟他交手 因為我們當警察那麼多人 在跟他交手 我們可以從他的行為以為 認為他 他說做人做表面 他對警察也是都很表面 他是不見棺材 不掉類納容 就是你要把證據 拿給他面前看 他才要講的那種 屁股要放 鑰子在那 零姓女子的媽媽 怎麼可能不知道 警察為什麼要上門呢 但他就是心存僥倖 必動就心 甚至還掉下了委屈的眼淚 要持續跟他媽談 他那時候他媽才在那邊哭 哭說為什麼女兒 你為什麼警察 要把你帶回來家裡 大費做張去看這些東西 然後你到底什麼事情 你怎麼警察把你上手卡 他在哭 他在哭 你就覺得他哭得很假 我就說 其實如果你有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很清楚 那到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坦白 要把這個過程講出來 讓大家也比較好做事 而且對你也比較好 因為你犯過態度的問題 警方動致已情 但零姓女子願意坦白重寬了嗎 事實上 警方已經把監視器畫面 通通調出來了 死者失蹤的那一天 零姓女子就是開著她的 黑色寶馬轎車 載著這一家人和男友出門 而其中有一趟路 平常開車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只要五分鐘 為什麼在這一天 你要花上一個小時呢 很顯然在這中間 你有停下來 而停下來的那個小時 車上的人在做什麼呢 面對警方的質疑 零姓女子 他沒有辦法交代 不過他還是不肯說實話 直到警方給了他看 男友死狀的照片 他的眼神開始挑忽了 警方感覺有機會突破了 勸他因果輪回 善惡中有報 你還是把事情說出來吧 終於 零姓女子她認罪了 她說 是她一個人做的 跟她的家人 通通沒有關係 但是警方懷疑 光靠她 一個女人 怎麼可能獨立完成 整個殺人騎士的過程呢 顯然 她還是沒有說實話 這個 黑色的 黑色的 420奈的寶馬 在11月16的幾點幾分 從天聖橋經過到人領橋 再到西湖橋 那你到西湖橋那邊 有17點到18點 這有一個小時不見了啊 那你為什麼 你說你們又去台中嘛 你有開了西湖嗎 你說沒有啊 你們就弄一弄就去台中 為什麼你的車的軌跡 會從這邊過來 她開車的喔 然後她說她不是很近 然後她那邊狀況不是很好 她忘記了什麼 她就推啊 因為我們去調 調我們的軌跡跟高速公路 它7點多 從我們西湖橋到上台中 那邊開了大概20 30分鐘就8點多下 你從漢堡 你一直開來我們這邊 從天聖橋到人頂西湖橋 這邊不見了一個小時嘛 你又開回來 你經過這個關鍵的車變點 人頂橋 你過來 你要開過去天聖 你沒有過去啊 你為什麼又回來 27分鐘那邊就去世的地點 我們就說就是你 然後她還在這邊推 他們就顧所言 她一直在推 她忘記不曉得不知道 怎麼樣 好 沒關係 你沒有講你的 你越不承認越好 蕭氏的27分鐘 去了哪兒又做了什麼呢 林姓女子她就是糊塗到底 警方鞏固完的證據 不浪費時間了 決定直球對決 直球對決就是 我就拿給她看說 這是你男朋友 這天男朋友 她眼睛有震責住的感覺 就是有嚇到人 因為其實那個屍體的樣子 是滿可怕的 當時她就已經有點動搖了 但是還是一直不說 她想了大概三分鐘嘛 那時候快五六點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趕去電影署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承認有是你殺了 或是不是這樣就好 你也說不是啊 不是 但是我有我的證據 我會提示給警察官嘛 你今天一定被壓 女子那邊我是叫 就先硬要再講 幹你要不要講 然後她就有點鬆動了 然後她就後來她講 結果雷是我殺人 林姓女子她終於認了 不過她說 人是她一個人殺的 跟她的家人通通沒有關係 林姓女子還是一樣就是 實口否認沒有犯難 她可能覺得說 她們四個已經穿貢的 很完美天衣無縫的 不會有就是破綻的地方 但是我們還是 直接進具體之後 把她帶回來 然後分別問筆路 林姓女子當時其實想一間卡 但是她還沒有想到 我們警方掌握的資料 是很完備的 死者雖然說是五十幾歲 但是她也是個男生 成年男生 並不是林姓一個人 女性可以就是輕易殺愛的 所以才會研判可能會有共犯 那這些共犯就是她的 爸爸媽媽嗎 為什麼會懷疑 共犯就是 林姓女子的爸爸媽媽呢 因為在死者失蹤的那一天 就是和林姓女子 這一家人一塊地坐車出遊 在車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林姓女子的媽媽很難突破 倒是她的爸爸很乾脆 她一口就認了 她說 因為那個男的 對她的女兒很不好 一個大男人動手動腳的 她一氣之下 才會想要用黑道的方式 好好的教訓一下對方 林姓女子的爸爸說 人是她殺的 跟她的家人 通通沒有關係 我要離親的安全 我有想起的事情 我知道她的卡片 她不在消費 跟她躺在這附近 妳躺在那裡 那就是我要逼 逼我先生講話 還有我宿舍講話 我要全程讓她實行 說出來 她還要信卡 什麼一台信卡 從頭到尾他們一家四口 就她的態度讓我覺得 她的態度讓我覺得 最不配合也好 或是說明明就是她有 她又裝得一副好像 就是沒有 然後就是警察 也沒有辦法給我怎樣 她承認了 她殺的 那真的是她殺的嗎 你女兒才多高 幾多重 她一個人可以殺嗎 那縱使你沒殺 那你有在旁邊看 你也知情 就算女兒都高了 但林姓女子的媽媽 她還是失口否認 沒有想到卻一句話 說漏了嘴 那領錢那個明明就是你 娘子是你 她說她沒有 我說妳知道跟她說 娘子是你 她說 縱使有領錢 她那個錢又是不義之財 她這樣跟我講 那時候我就火到 我就跟她講說 那縱使不義之財 妳要交警察 妳怎麼可以拿去你的口袋 不是嗎 就算有領那又怎樣 那也是不義之財 林姓女子的媽媽 竟然把這句話 說得多麼理直氣壯 媽媽那時候說一句話 讓我們很正義說 她那些錢 我們拿來用剛剛好而已 意思是說 娘子剛好 她中男就是聽 騎我女兒 她常打冒我女兒 而且她是在做這種偏門的 而且她好像曾經 要利用他們家人的帳戶 去做洗錢 事實上她很反對 她女兒跟這個人交我 她認為說 我把她領錢 她這個是不義之財 那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觀念怎麼對呢 不義之財 你就忍就把她殺掉 當然林姓女 她可能有一些委屈 交男朋友 她交男朋友 你離開她就好了 我怎麼用那麼強烈的動機 雖然他們說 不喜歡這個男孩子 但是她還是 末日 林女跟他們繼續交往 林女也自己願意 跟死者繼續交往 就是一直糾纏不清的狀態 所以說她是持續 斷斷續續再交往 然後又在一起 然後是後來假的 要跟你在一起 然後行 要實際殺你的知名 來弄你的錢 爸爸是說他們殺的東西 是這個男生 對林女很差 所以才一死氣 氣憤才殺 並不是預謀殺害的 這一個說詞 就是林姓女子 在認罪之後 坦承犯案的第一個版本 原本一家人開開心心地出遊 卻因為發生了口角 不小心把張姓男子給打死 林姓一個人承擔 他變成是他 不要連結他女兒 他說都是他 包括去放任那個漢堡說 怎麼怎麼弄的 本來他是 跟他在車上嘛 他就講說他們三個不在車 只有他一個人嘛 林姓女子的爸爸一個人懸扛了 理由是為了保護女兒 他指控死者是黑道 經常對女兒動手動腳的 他只是以黑道的方式 教訓對方一下而已 那事實上 根據我的筆錄 他是講說是他姐說想要把它弄掉 然後他爸說OK 你要把人帶來我來處理 有動機是林姓女 執行是他爸 這一家人的說詞都有出入 究竟誰才是真正的主魔者呢 地理說 當初是姐姐打電話回家說 他又被欺負了 爸爸聽得很生氣 就要姐姐想辦法把張姓男子 從台北約到彰化來 而當時一家人 甚至還在彰化台北 分隔兩地 開了一場視訊會議 爸爸媽媽負責要購買工具 去勘察氣勢的地點 甚至連弟弟的朋友 都被牽扯進來了 他被分配到的工作室 去準備安眠藥 而張姓男子 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當他開開心心 陪著女朋友 南下彰化的老家 而就在汽車旅館 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一個晚上 那個晚上十點鐘 林姓女子的爸爸媽媽 竟然跑去東羅西 勘察氣勢的地點 而隔天一大早 林姓女子的爸爸 就把空心磚 麻繩 還有黑色大塑膠袋 都事先放到了 預定的氣勢地點附近 等到了當天中午十一點三十分 林姓女子和死者 從汽車旅館退訪 林姓女子的媽媽 已經把這個安眠藥磨碎了 然後放進白色的飲料裡 死者他怎麼會知道 當他們一塊開心地 前往漢堡師地遊玩的路上 林姓女子這一家人 和他有說有笑的 其實每個人心裡頭想的 都是在等待藥效發作 之後要怎麼殺死他 整個過程回想起來 怎麼不令人貓骨悚呢 爸爸他是在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我們要動手 這件事是當天 當天是十六號 那時候姊姊回來的嗎 他是跟張先生是從十五號回來的 在哪裡跟你講 當天幾點跟你講 姊姊去汽車旅館那一天是十五號 跟張先生回來之前講的還是 你今天回來才講的 我向我打掌 就我跟我爸在準備的時候 就我講 但是那時候他是叫我 把風而已 他們沒講得很清楚 你就知道要殺掉 殺掉張先生 我只知道要處理掉 不是殺掉 處理掉就是殺 對殺的意思是一樣的動作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一定會講得很清楚啊 一定會先講好啊 要在哪邊啊 要用什麼方式啊 一定會大家先討論一次吧 我知道的時候 這件事是臨時 是真的是臨時 而且又很急 就地點也是 是爸跟我媽去看的 那所以你們前一天晚上就 就已經開始在企劃了 那應該是 因為我姊姊那時候 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結果被她說她欺負了 從之前 跟她在一起 在台北生活的時候 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說她如果說她就 她常常打 還跟她搶她 她黑道嘛 她如果你不服從 我要叫黑道 來對你們家怎麼樣 她的講法是說 我們家有被她做協破啊 她沒想做反擊 但是因為她死掉 我們沒有辦法去求證她出 結果變成她當面這樣講說 她可能有 仗著她可能是做 騙問的 比較疼的 比較你懶 她用這種角度 你跟她這個角度說 好棒喔 2021年10月12號 林姓女子又打電回家 跟爸爸訴苦 為了幫女兒吹一口氣 這家人竟然 起了可怕的殺人念頭 要殺她這樣計劃多久 這要問我姊姊 姊姊跟誰計劃的 因為是我姊姊 普通找我爸媽的 結果是陪陶的 什麼時候開始犯就知道嗎 沒有 我不知道 其實在我們演判 可能是林女想擺脫這個死者 那想借我這個機會 在她身上拿一筆大筆的金額 所以才會從台北把社局 帶她下來彰化這邊殺害 但因為她知道死者身上有 金融提款卡 裡面都有一些存款 所以她想把殺害之後 拿裡面這些存款 她12號打電回來 她爸就講了 你把她弄回來 處理她來處理 你幾天前就嫁威好了 你 蛤 你多久前就嫁威好了 他說這個計劃是 那時候計劃 他們都林氏齊 你如果說嫁威順 你16號的時候 真是當天說 16號當天說 對 真是當天說 就是你15號就來看地方了 你怎麼在看電視 你怎麼在看藍色統一 你說15號我們就去看地方了 你15號就去看地方了 對啊 就是那些 就是他有預先在電話裡說 他說 他說他還在台中 他還在台中 你怎麼這樣 這外景其實也要是 要把他手 他還在看他的態度 案發前四天 他們就有在預謀 要將死者騙下來 中南部殺害 那當時就有分工說 鄰居在台北 那爸爸媽媽跟弟弟在家裡 他們就有開視訊會議 就是開會要討論誰分工 那繩子那些 你知道在哪邊買的嗎 那可能我不知道 那我和我爸 你爸 那真的是我爸買的 然後算了什麼 繩子 繩子好像是在大廠大 15號的22點 跟他媽去看現場 16號的青城 青城一點多 他跟他兒子去載空心磚 16號的青城七點多 他跟他兒子 把空心磚 繩子跟黑色的塑料袋 去放在本來就預示好 要欺負的地方 所以說他這件事 從一開始要預謀殺他 結果爸爸把後面 要欺負的地點都找好了 殺了地方 照他的套路在走 版本 就也版本一點 兵女部分就是 負責把死者帶下來 那爸爸媽媽的部分 就是去買繩子 空心磚那些 要氣死的工具 弟弟的部分就是 媽媽交代弟弟去找安眠藥 那弟弟就是透過朋友的關係 去拿到安眠藥 所以他們分工還蠻詳細的 那案發前一天 領旅從台北 把死者帶下來的 結果是說 我們去中部晚幾天 死者也不宜有他 就下來晚上 然後就是回家 回老再收了也好 他們第一天是去 鹿港老街逛街之後 住汽車旅館 死者跟女友 入住汽車旅館的那個晚上 沒有想到就在同一時間 女友的父母和弟弟 竟然在彰化忙著準備殺人工具 以及勘察氣勢的地點 你們去殺害他有地方在哪邊 殺害他有地點 你們之前就去看過了嗎 殺害地點是什麼 這是你們的地方 這裡是這裡的地方嗎 對 還是已經棟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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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棟 然後父母親 女兒 兒子分工那麼細 然後還提前就穿工 我最多可以接受的是 因為前一天晚上 我的女兒林叔 也在跟她男朋友 在七二旅館在睡覺 當下她的父母親是在看那個地點 準備要把它做掉 在鹿港睡了一晚 隔天將近中午前退房 就直接開車到了林家 死者渾然不覺 他正在一步步踏入 這一家人準備好的死亡陷阱 林女跟死者 從七二旅館退房之後 就買個買著午餐 到老家跟爸爸媽媽還有弟弟 一起吃午餐 這時候弟弟將安眠藥交給媽媽 媽媽進到廚房 將這個安眠藥抹睡之後 放進去一樣是白色液體 他的安眠藥是白色的 那間鱸也都是白色的飲料 所以夾進去是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 把下面要磨成粉之後 丟進去健若裡面 那有林女拿給死者喝 那就親眼看到他喝完 喝完之後等到藥效發作 可能半個小時之後 他們就提議說要去漢堡市裡走走 那死者也不疑有他 就跟著他們一起出門 所以他們是一家五購 當時是滿融洽的出門的 他們一家人明知道把你殺掉還是很好 一起在車上有時候有效 吃蔓越莓喝健若 然後開到那邊之後看死者 藥效發作快點昏昏欲睡了 那將車子停在漢堡市裡旁邊的路邊 那媽媽跟林女下車把風 是爸爸拿著繩子將死者熱壁 那弟弟失敗旁邊就是協助抓人 那你們是用熱的還是 用手熱還是用繩子去 用繩子 用繩子 很用力嗎 用繩子很用力嗎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反正就是用繩子熱的 林姓女子的爸爸將死者熱死之後 一行人上車繼續地開到漢堡市地的某一處的空地 將屍體從副駕駛座搬到地上 臉遮住嘛 把他捆 那腳先固定 他把他丟到後行李下 他們在那海邊抽菸 就是林姓 比例我講他們在抽菸的時候 那個時候林姓有在哭 然後說他如果東窗事發 怎麼怎樣他要怎麼扛 然後他爸就說他要扛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先講好供詞 就說他們如果有問 就說什麼他們去逢夾 被他吵架 被他罵嘛 罵嘛他們就怎樣 他們就在那邊就弄好 那你們都在車上你們不會害怕嗎 他已經是在車上了 就在你前面 那你 那你 那個衣服蓋的 然後他坐在前面 安全帶還細著嗎 這樣好 對 他沒有倒來倒去嗎 那就是繩子架住吧 架住在哪裡 跟著還 把他繼續擱著 對 所以他就把他蓋一件被子 戴一件外套 然後滴一下就行了 都可以滾 然後他開到那個地方 27分鐘 他們就是把他弄下去 所以說他這件事 從一開始要預謀殺他 就包括把後面要氣死的地點 都找好了 殺了地方 跟他都 他都去 只是他照他的 套路在走 斑斃 叫他斑斃一件 這裡 是嗎 這裡 應該是在這邊 跑下去 對 這裡 你在這邊 你在這邊 對 東西是從這邊搬出來的 從這邊 後車的箱子 從這邊打開 打開之後 然後他跟你 把他搬下去 我提過那個地方 就是一個平 這樣子下面有一個平台 平台下面 就他在下面弄 你這樣車子開過去 也看不到 他是能先下去 還是能先滾下去 對 你這樣先滾下去 在這個點 他是屍體在這裡 對 在屍體下去 跟我爸的時候 搬腳 就我爸搬頭 就慢慢地移到那個區域 那個草子 對 躲在那邊 躲在那邊 對 躲在那個區域 對 去怕 那再來 之後就開始包裝 那昨天覺得用意是什麼 就是 不想看到 不想 不想讓他看到 我不知道 誰跟你這樣 誰這樣子教你 我不知道 麻繩跟空心磚 綁在死的屍體身上 那將屍體連同空心磚 一並丟到溪裡面 然後水太淺 然後他又說他爸又 把他拖到中間一點 然後他爸還 浴漬一套乾淨的衣服 因為他 他之後他會嚇死 所以他又在那邊 又換衣服 換褲子又上車 浴猛 連這個他都想好了 林姓女子的爸爸 親眼看到屍體沉下去 之後才離開 一家人把車子 往北開到台中 丟在福星北路 開始到處的 盜領死者的存款 他們當天 棄屍之後有搜刮 他身上的一些 貴重物品跟提款卡 就我們了解起來 那個死者會把密碼 貼在提款卡上面 那可能 他們一起去提領的時候 林女也有看過 死者提領的畫面 那有 這機會把密碼記下來 他們知道 死者有將他的提款卡設定 一天可以提領50萬元 就最高限額是50萬元 所以他拿了三到四張卡 去每家超商提領50萬元 所以他要分 兩到三家的超商提領 領了400多萬 一家人到處吃吃喝喝 過了兩天不放心 還特地跑去台中 買了潛水妝 那你有想起來 那個潛水妝去啊 你買的有想起來 那個潛水妝是在 潛水妝買的 潛水妝是在潛水妝買的 潛水妝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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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知道 一套多少錢 一套 一套 都五千多 他們就是怕他會浮起來 然後他們去買青蛙妝 拉住他們兩個 他們這個 跟這個 穿那個潛水妝下去 看他屍體有沒有浮起來 林男爸爸還有拿一支 差不多這麼長的鐵條 然後把它沒尖 然後拿去現場 用鐵棍刺屍體 那我們事後問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說他要讓他屍體裡面的氣體消失 讓它沉下去 所以就很意想天開 他想說讓他不要浮起來 然後他又去拿石頭把它夾壓 拿二三十顆的石頭 壓在這隻的身上 然後讓它再沉到水底下 後續做手機見識的時候 有發現他們一家在氣室之後 還曾經異想天開 想去買食人魚 作為滅尸的動作 我們覺得說 怎麼會有那麼 異想天開的想法 說想去買食人魚 丟在東洛西讓它氣室 就是把屍體咬掉 就是滅機 那林男爸爸 是他把這個屍體丟入東洛西的時候 他有抽一根煙 把那個煙往這個東洛西這樣丟 他說兄弟 哪裡 我這是人欺負你 我還有人這麼興奮 他是用台語這樣講 那你說他有什麼虧欠嗎 他有什麼虧欠 他是把它做掉 我能把你殺掉再說對不起 那看法官要不要饒你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天下就亂掉了 林姓這家人分工合作 他們想盡辦法 要讓一個人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但是他們卻沒有料到 他們選擇氣室的地點 剛好有不肖業者 任意傾倒的廢棄物 導致這個河床被墊高了 水深變淺了 加上連日來的大雨 就算四十公斤的石頭 也壓不出真相了 屍體就這樣浮出水面了 我們也一直覺得說很 憧憬這麼久都沒有遇過這樣的案件 因為一家人要一起殺一個人 其實我們在後面了解 想這麼做的是靈女 但是慫恿者是她的媽媽 可能比較愛錢吧 對 因為在家裡大小的事情 都是她媽媽在主導的 我要離親的案件 我有想起的事情 我知道她的卡片 她不知道消費 還在這附近 我要逼我先生講話 還有我師傅你講話 我要全程讓她實情 說出來 她還有信卡 三邊集團的信卡 我覺得她靈女 她們一家 受到媽媽的影響很大 因為媽媽的一些 給她灌輸的一些概念 都是很不好的 就是你要賺錢回來 或是要賺她大錢 然後這筆錢四百七十萬 都提領回來之後 都是交由媽媽在負責 她也沒有受分賬 所以全額都是在媽媽那邊 我有存進去 我是分開存了 從頭來引她 跟那個傷害引她 她去做非法的 她自己她有被抓 她的行為 她是要另外被法律來制裁 那你不是啊 你也不是說你要替天行道 不是 你是因為你女兒被她打 你重點是 你要去領她的錢 你這個動機 你要怎麼解釋 但是我做變成 你跟她說我聽不懂 你跟人家打死 你把她錢領四百四十萬 給你的口罩 你跟她說 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拿去保管 有這個道理嗎 那她的錢有分離嗎 沒有 你拿到多少錢 我沒有拿到多少錢 那你那時候處理家 那天拿到多少錢 有拿到那種 第一件 多少 第一件的 六千吧 那你至於說 誰有真心的回憶 我是覺得她弟很無辜啊 她有說 他們都是我家人 我怎麼這麼做 所以感覺弟弟 有一半是迫於無奈的 她弟叫的感覺就是 她的兄弟啊 老婆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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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沒有 在靈女弟弟的手機裡發現說 她其實蠻埋怨媽媽這麼做的 就是這些事情 都是媽媽想叫她去做的 但是為了家人 她不得不參與 她也在手機裡面抱怨過說 她今天會這樣子做 都是她媽媽害了她的 台北市一家五星級飯店的主廚 黃靖龍 她在下班之後 經常到萬華的一家茶室去捧場 她認識了一名張姓女子 為了她 黃靖龍跟原來的太太離婚了 她不但給這名張姓女子生活費 還經常地去買珠寶還有名表送給她 但是沒有想到 對方最後竟然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讓她沒有辦法接受 再加上言語的刺激 才會讓她一時之間失去了理智 她犯下了大錯 但一個人犯罪殺了人 最後卻把全家人 通通都脫下水了 黃靖龍好像跟我超多年紀吧 十幾年前那個時候 她幾個哥哥姐姐應該都很疼她 具體到他們都講 通過 其實他們就是站在說 維護弟弟的立場 好像這個弟弟是比較小弟弟 他們大家都很疼她 姐姐因為姐姐比較疼弟弟 他們好像差滿多數的 感情很好啊 他們休息一下感情 應該是很好的 黃家一家人除了 楚嫌黃靖龍掐死女友 殺人氣屍之外 她的二哥黃曾經也有份 不但幫忙租車搬運屍體 還跟弟弟一起氣屍 三姐吳黃玉梅 負責安撫弟弟出點子 還召開了兩次家庭會議 討論氣屍方法 三姐夫吳顯正 負責到密案現場勘查 四姐黃金葉出資五千元 付高鐵票跟租車錢 全家幫忙犯錯的弟弟掩飾罪行 而不是勸他自首 現在一起面臨牢獄之災 後悔莫及 黃金龍是判無期出刑 那包括他的家屬 也都有遭到刑責 那尤其是他這個二哥 身為警職人員 你曾經有這些經驗 你應該是勸導人家向上去投案 反而是用你的所學 去教導你的這個弟弟 怎麼樣來閃避這個刑責 跟躲避警方的查契 他應該很無奈 我覺得他很無奈 他很無奈 因為他是自己弟弟 而且他已經退休了 其實他三姐他也覺得 後面他也覺得說 他實在很無辜 因為後面 因為家裡發生這個事情 後面好像他女兒的婚禮 好像還因此這樣子 受到影響 所以這就還是回歸到說 一開始的邪念 沒有給他正確的 那個建議跟做法 反而是全家一起沉淪 全家一直陪進去 對啊 不然本來可能就是一個 偶發的誤殺 或是情殺 就單一這樣 後面弄到說 全家族一起賠下去啊 就是因為你殺了 不悔改 不承認 還夥同家屬去棄屍 法官認為說 這個惡行是重大的 後面才會判處 整個家族都有刑責這樣子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事錄 我是梅翔 我們再會了 歡迎收看台灣起事錄 我是梅翔 在每個撲朔迷離的重愛現場 在每個重大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們抽絲剝繭 追索事實的真相 Youtube總觀看超過五一次 頻道訂閱人數 突破了一百萬 感謝您最一路上的支持 我們會更加努力